尊敬的各位嘉宾 女士们 先生们 上午好 欢迎大家参加2022灵探使命国际气候峰会 作为峰会主办方之一 我请代表凤凰卫视集团 对各国际组织 有关机构 各位企业家对峰会的支持表示诚挚的感谢 今年夏天 全球多地遭遇了持续高温 导致山火蔓延 用电紧张 粮食减产 上亿民众遭受了极端天气引发的次生灾害影响 随着全球变暖 极端天气灾害日益频繁 气候变化的议题 迫去需要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与一致行动 在这一全球性挑战面前 中国勇于肩负责任与担当 2020年中国宣布探达复目标与探中和愿景 据中国生态环境部的数据 2020年 中国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了48.4% 2021年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突破了10亿千瓦 稳居世界第一 为可持续发展贡献了中国的绿色力量 实现碳中和之路 需要各国政府积极推进 更需要国际社会达成广泛共识 作为立足香港面向全球的国际媒体集团 凤凰卫视致力讲好绿色发展故事 传播生态文明理念 凭借独特的全媒体优势 充分发挥环球新闻报道能力 在全球广泛传播绿色发展理念 就在今年9月 在香港和深圳举办的凤凰湾区财经论坛上 我们特别设置了双碳目标下的绿色金融与ESG 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双螺旋等绿色发展议题 展开了富有成效的讨论 各位嘉宾 由于新冠疫情叠加极端气候 灾难和疫情使我们认识到 人类命运的紧密连接 更加认识到我们同在一条船上 感谢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振华先生 专程为论坛召开发来贺心 感谢世界自然基金会和兰博地尼总干事 感谢杜翔婉院士 感谢联合国系统驻华协调员常启德先生 埃及驻华大使阿西姆·哈奈菲先生 以及各位国际机构的嘉宾和专家光临峰会现场 我想正是峰会绿色发展 碳路综合的主题得到了各位嘉宾的共鸣 也正是灵探使命的感召让我们相聚于此 我们期待在今天的峰会上 聆听到各位嘉宾的真知灼见 各位朋友 自治所趋 无远福建 凤凤华卫视集团将继续努力搭建更多国际交流平台 也诚挚欢迎更多国际机构 国际企业能够参与进来 成为碳中和的行动者 推动绿色发展 共同创造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美丽世界 预祝本次峰会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